大家好,我是Asterdome 這次介紹了一個鎖匙球 來歷就不太清楚了 不知道是怎樣來的 只知道我姐姐給我的 不知道是怎樣來的 因為經過好幾個人的手 知不知道是怎樣 應該很多人都認識 還有為何這麼白的臉 閃光燈我不行 好一點好一點 那就是機格Figure 的鎖匙扣 當然還連了兩件東西 看這個Figure 始終好東西在後頭 我看到 年輕很多的機格Figure 但是它是穿著這個港鐵制服 職員制服 做個 like的手勢 不是機格的手勢 機格的手勢是OK的 但是它這個是like 港鐵標誌很正常的 不然會很開心 不過這隻眼 跟它原本想印的部分 就有些偏差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點 有一隻眼 但是它黑色就偏了 偏了 比較望了另一邊 整個眼睛和眉毛 都印歪了一點 那就是地中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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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的 那就是 轉穿了這個頭 後面就是全灰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有什麼 不知道搞什麼 然後 有個皮帶 對 對 我不知道前幾手 塗上去 還是什麼 真的塗爛了 然後塗上灰 或者生產的時候 我不太清楚 嗯 很久的應該 沒有年份應該 嗯 應該一年左右 嗯 半年 有沒有半年 半年 就沒有了這塊油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 會變另一隻油 來的 不知道港鐵自己的問題 還是之後 拿到這件紀念品的人 保持得不好 那就 到其他東西了 那就應該關關堂然先試 那 這塊應該關關堂然先試 所以我猜是半年內的 那 這個就有個 港鐵 嗯 就是港鐵站 指示牌 說是列車的 嗯 就是指示牌的 列車 標誌 沒有港鐵標誌 對 就是靠這個樣子 讓你知道 有列車在哪裏 那 嗯 我個人覺得這塊 就比較像K-Train 對 M-Train就不像 M-Train的車頭燈在下面 嗯 嗯 K-Train的在上面 那 白色 那真的代表銀色的 如果那些車子白色 通常都是銀色的 嗯 就是白和銀色 灰色的都要像 所以都覺得 應該會是K-Train 像這個Logo 對 M-Train那些就慢慢 不知道哪個設計 這個Logo 很經典 那 後面當然有要做一個港鐵Logo 但是沒有年份的 那最後一個連接著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出口 對 但是又不知為什麼會有指著 蛤 喂 我有沒有不明白 他這裡想做什麼 這個指示牌 這個指著去這裡呢 就是去出口 也都是去黃埔站的 蛤 不太明白 這個牌想做什麼 對了 那你只是說去黃埔站 但是 唉 不知道搞什麼 就這樣就變了去出口 然後這樣就變了去黃埔 不知道做 不知道兩個加起來都做了什麼 真的厲害 去黃埔站的出口 唉 算了 那麼當然另外一邊一樣 就變了韓文田 對了 所以我猜這個是觀塘沿線的紀念品 不過我就不知道去哪裏得回來了 對了 那麼 這個鎖匙扣多有趣 那 旺坡說HOLDMANT 旺坡說HOLDMANT 那 這個文字又不知花了 又 突然間你會凹東西 那麼 鏡頭就沒什麼問題 不過肉眼就有些左眼 不太看得到文字上面的橫 那這邊沒什麼 對了 那我猜不到原來有些這樣的東西 很可愛 不過 它的結構就是 是這樣的 三個 港鐵Logo 然後 嗯 看看我怎樣製造 港鐵Logo 幾個 再這個 這個牌 對了 那就 極之有趣 身體 對 幾個綁住 這兩塊東西 我一吊起它,機哥就不停給這兩塊東西撐來撐去 不停撐到頭撐來撐去 應該分開做好一點 還是可憐,那些人一拐它,不停給東西撐來撐來撐去 我猜這個膠是一些黏貼的東西 即是膠水、膠紙等成分,在這個東西後面貼在這塊金層上 它貼完兩面,兩面都貼了這張東西 當然不同設計的東西,列車也是 一個列車貼紙的東西貼在這塊金層上 貼得很準 摸下去也很舒服,順手 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挺有趣的感覺 也不太軟軟軟軟 按下去也很硬 但用手指甲輕輕按下去也很像軟 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個紀念品是甚麼名字 大哥,你們還有三件東西在這裏 剛才說鐵鎖匙扣,但我還有幾個鎖匙扣 不知道 這個 好,這個能否扭出來呢?應該可以的,不過我沒有嘗試 我只能扭出來扭出來,扭不下去了 糟了 看來不是有幾個鎖匙扣 不知道他在哪裏 他會不會站到自己一個? 好像不行 行不行 我先放在後面,後面才平 他的腳是圓的? 圓圓的? 好像在後面 好像不是很悶 不行 要扭出來才能站到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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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站到 還可以 只能夠 先掉下來才行 欸欸欸,站到了 突然間,自己積穩地站到 我放下了 看這個機構在某程度上站到 很難弄才行 那我現在扭直 這個位置漂亮 這樣橫更漂亮 弄得像天使得得B 這次鎖匙球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